东京最知名的地标非东京晴空塔莫属 它有634公尺高 2011年获得金氏世界记录 认证为世界第一高塔 它共有两个不同高度的观景台 搭上日本最快速的四季电梯 登上高350公尺的天望甲板 视野能从塔底的周围 直到70公里远的地方 高度450公尺的天望回廊 可以让人享受仿佛空中散步的感觉 不只可以眺望东京铁塔 东京迪士尼 连羽田机场也尽收眼底 天气好的话还可以看见富士山 2到31楼为复合式商场 除了伴手礼商店美食餐厅外 也有水族馆博物馆等设施 花一天的时间逛也不成问题 东京色谷新地标 色谷sky天台展望台 229公尺高360度无边际 一览色谷十字街口 东京晴空塔东京铁塔 天气好的话也能看见富士山 因为没有遮挡风超级大 所以不能戴帽子围巾 避免被风吹落 躺在天台吊床上看夕阳 也是最多人抢占的好位置 虚非要sky它很适合 实际上年轻人 你很喜欢拍照 拍一些非常厉害壮观的美照的话 虚非要塞非常适合 那亲子的旅客 我个人会推荐晴空塔 专家建议 因为色谷sky天台的风很大 如果要带年纪很小的小朋友去的话 可以优先选择晴空塔 等小孩年纪大一点 再去色谷sky 记者谢宏如鲜明志 日本采访报道 我是陈居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坊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